你不进出吗 来 没有问题 人家 我觉得这次非常荣幸 可以在228公里认识你 再住在这里 上次呢 已经做过一次直播了 但是因为没有电 所以虽然做了直播 就Gone with the wind了 没有留下任何的档案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再補作一下 正面呢 我们今天上次只是 应该我们在一起了四个钟头吧 四个钟头 差不多一个下午 对一个下午 那所以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呢 就没有 包括今天 今天我们又在一起 一个整天 所以我想说 第一呢 先请你介绍一下 您从哪里来 然后您为什么会 对台湾有进去 政府这一段好吗 好看 我来自陕西西安 我叫雷家 是雷锋的雷 然后家人的雷的家 我来台湾 就是原因特别复杂 因为从小到大 我看了很多就是跟台湾有关的东西 包括文字 书 杂志 报纸 然后 电影 还有歌 音乐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是话剧 就反正 一切跟台湾有关的那些文化艺术方面的东西 我多多少少都有看一点 不能说是很深入 就我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媒介 得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台湾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很有人情味 给我感觉是 他很好的 他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了民国的那种 用北京话说叫法 就是 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就是 style 对 我觉得他很 他很好的传承了民国的那种法 那种style 这是我来台湾最大的原因 哎 请问一下 您没有多少岁数吗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台湾有开始接触的 对我今年只有二十多岁 对 嗯 我这个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大概就是 就我从了解台湾开始 应该就是上大学以后 大概就是五六年的时间 因为我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电视剧 电影 对我不太了解 对 您说罗大佑啊 呃 杨泽昌这些 都是属于比较早期的 嗯 对 那我 呃 就是说 怎么会现在 呃 这个 呃 很年轻的人 二十一世纪 去去 去 发觉您会喜欢 那么久以前的怀旧电影呢 对我们来说 那些头像鞋啊 嗯 就是比较早期的电影吧 嗯 对我 我本身比较怀叫 怀叫 对我很喜欢老的东西 呃 就跟个人性格有关吧 我觉得 就 就那些人给我的感觉 要比现在的 当时的音乐要比现在的音乐好 当时的电影跟那些人的电影 当然现在也有好电影 比如说 海角七号 嗯 很喜欢看 嗯 觉得非常不错 嗯 当然那是在墾丁拍的啦 嗯 这次没有机会去 可能下一次会去那里 嗯 比如说还有一部电影叫练习曲 也是最近这两年拍的 不知道您知道吗 对我也知道 就是一个 一个小伙子 骑车环导的故事 嗯 那个我也很喜欢 那是一个纪录片 对 有一点像纪录片的电影 嗯 然后我还看过 一个德基马奖的纪录片 叫做 奇迹的夏天 啊 那个啊 那个是讲花莲的一个国中的学生 嗯 嗯 武器足球 嗯 就是 就是一个 一群孩子跟足球有关的问题 非常好 嗯 反正就是很多东西 现在的也有 过去的也有 啊 其实不光是过去的 很多 那我还是不了解 您在大陆 您怎么样去找到过去的电影 过去的罗大佑的歌 这个不太容易吧 呃 我觉得很容易 因为 就您说的现在是21世纪了吧 互联网特别发达 而且现在在大陆那边 可能对于版权这些方面 重视的不是很够 基本上所有的电影 所有的音乐 呃 这些 出可能 电子版本身还不说得多 但是电影和音乐是两样 几乎在互联网上都可以找到免费的 对 所以意思是这么古老的电影都有 对 像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也是一本书就是朱天文和从孝贤 朱天文做编制 从孝贤导演的小碧的故事 那个是很早的电影 对 很早的电影 对 那个我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 然后我还喜欢罗大佑 嗯 在1973年写的第一首歌 对 那歌很老 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 是什么歌 那首歌 那首歌就叫歌 啊就是吗 对 他的歌名就一个字 就叫歌 那首歌的作词是徐志摩 然后作词 作曲是罗大佑 是1973年写的 那歌特别老 但是互联网上 可以找到 你本身喜欢唱歌吗 我本身 我喜欢听歌 呃我唱歌 选听不行 对 好 那我们知道您是透过看台湾的这个影片跟歌来理解台湾 所以你来到台湾 对 那请问您就是说来到台湾您是礼拜五到的吗 对 对 是26号 26号 今天是29号 嗯 我来台湾已经 对是礼拜四日来的 对 礼拜四日来的 所以已经发起天了 那 呃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您在台湾的这个感受 嗯 我觉得 因为我光 我只在台北停留 我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干净 嗯 非常有秩序 嗯 然后 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 就非常适合生活 就是 我想我以后如果一旦有时间的话 我还会来这里 就是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就是那种慢生活 嗯 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 呃 嗯 可以在这里春秋歌歌 然后玩一下 嗯 就包括在很普通的一个公园里面三分步都非常舒服 嗯 先看一下 先 对是这样 嗯 来我先把它停一下 来我先把它停一下